处理球 延伏之后特格鲁再分到外线 45度安德森打球 你看这进攻打的都打到一起来了 对 人没有拉开呀 花了20多 10度的时间 最终 现在后华德打这个钱德勒还是有一定心得的 因为钱德勒已经三次犯规了 他不敢再动 而且确实他比钱德勒有实力 对 你先打内线 在华尔县补进接球 出来戴维斯晃了一下 这真本来 偷头漂亮戴维斯 今天比赛里 两支球队的组织后卫 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戴维斯今天打的格外的理智 格外的冷静 这种节奏 有这球没犯规 扇募波特的犯规 这吹什么钱德勒 吹了扇募波特 晃了一下 尼尔森一点就飞了 戴维斯作为投篮假动作 再回头一看 尼尔森没了 玩高抛 知道小费怎么打大针 我不用 我直接报扣你 天天做什么梦子 今天做生事 我让你做做做做 白线尼尔森的三分球 还是没有 篮板球被安德森抢到了 干净 给进去 打了 就不要再往外传了 出来 扇募波特有机会 三分球 三分球 三分球运动 开线了吧 两分 三分 来记了三分 五十九到六十九到七十 在这一节比赛里 斯的三分球是四投三中 摩树队又出现了一次 无味的失误 崩溃 你看这个 泰甘迪在场面也说 你大个人在里边要 你就不给 教练有估计 直接给泰甘迪了 你看这哥俩 一个在当教练 一个当主持 你说这怎么说 他能说他 对不对 说他兄弟不好吗 我估计美国那边的球迷 也有人在 就在推特上 跟范甘迪说 你主持专业一点 别老偏魔术 又一三分 安东尼 波兰非常果断 戴维斯把节奏稳一下 再出来 山伯特 给到安东尼 第一位 那魔术队是上了 克拉克了 戴维斯外向有机会 还是采用了突破 分球 安东尼 无人防守 好球 三个三分 打的是真合理 这个卖心的 这个节奏 但是如果从这个节奏来讲 我觉得林世华 可能不会有 在Bare Neft 这种节奏 对 就经验 倒不 没犯规 没犯规 5月快龙的机会 费尔森给到山伯特 起来了 太好了 27分 27分 奔着30分去了 麦迪森 高原广卡 又沸腾了 这一场比赛的沸腾 虽然不是为了林书豪 但是尼克斯队的所有球员 今天上场所有球员都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 就连T5上场的哈利尔森 对霍华德的防守也是非常的坚决果断 刚才华德强起 钱德勒断球的一下 并没有吹犯规 好 这比赛打到现在 魔术队可以说是到了一个最低的低谷 让对方已经领先到了27分了 真正想往回追 就非常困难 比赛所剩的时间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 我刚才跟你说要进入垃圾时间 你还不相信 我不是不相信 我是不希望进垃圾时间 是吧 进垃圾时间呢 大伙看着就都不好 那头羊赶紧来 那头羊估计还录上了 拿着麦当劳的小杯子还在画画 打到这会儿了 其实说魔术队再改变再调整 这也就不太容易了 只有尼克斯队这边也配合 魔术打得好 尼克斯队打得不好 犯错误 让魔术队起快攻 才有可能把这比分逐渐追上 这27分 你说必须还得从防守做去 必须要靠防守篮板的反击 强断的反击 能够尽量把比分做小 否则的话 这比赛将会很难看 对 看看大伙 在这个微博上都说什么吧 有一网友说了 说呀 让马尔导去客串提课 就是马尔导去教这个篮球课呀 可别满嘴这个S啊 F啊 打头的这个单词 我从来不这样 发票 我从来不这样 我觉得对学生来讲没有 我只有对对手这样 像柯凡 如果你要跟我打 我这一句话 能把你给吓死 不能 各位 你不是让我吓大的吗 打球嘛 这个说点 说点垃圾话 这个很正常 当然马尔导 就作为这个篮球界的老前辈呀 你叫这什么东西 泰山北斗级的人物 你说能跟我下黑种吗 能跟我上腿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 老老师站在那儿 让我报扣一个 切勃 不 我觉得我站你的报扣 我在躺着 你才能报扣 我可以扶着你肩膀撑上去 还有一个网友说了 这个有一个网友啊 叫达达1007 说呀 柯凡 你不是说安东尼 不能成为美国孟之队 破联防的利器吗 一下子就来俩三分九 发 现在是发 他是俩的时候发的 说他觉得安东尼的中远距离 其实一直都有 只不过呢 他现在更多的机会要在篮下 所以中远距离稍微有点下降 我觉得这位网友说的很有道理 一个呢 是安东尼现在的进攻点 是要往篮下 另外一个就是本赛季 开始的那时间 其实安东尼在